你应该出来面对外界对你的质疑 你现在不起诉啊 你不是说这是自身恋两情相悦吗 那你怕什么 你应该出来面对大家啊 你从头躲到尾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一开口就大骂补教名师陈欣 因为难检调查林亦涵 移遭补教名师陈欣右肩自杀案侦查终结 最后已不起诉处分 结果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你有资格跟林亦涵 他是你的学生 你是有家庭的人 你可以跟他谈恋爱吗 你抛弃他之后 让林亦涵忧郁症然后自杀 你也没有对林亦涵的家人 说过任何的一句抱歉 林俊宪表示他早就知道 司法给予定罪的机会不大 法律上躲得掉社会道德上的谴责 他会持续观察 而陈欣本人原定23号中午要召开记者会 上午却透过律师发出声明决定取消 安全性的考量 就是我们当然就有受到一些讯息 可能目前暂时还不适合 是有说会有一些民众会前来吗 有人透过给我们的一些资讯 其他想起我们不便多说 据悉是货报有人会来闹场才会临时喊咖 至于什么时候会出面说明还没有答案 从事情爆发至今将近半年 当事人陈国新始终没有公开露脸过 这回要出面说明是要告诉大家获得了司法胜利 还是要给林亦涵以及社会大众一个道歉 就等他本人亲自来揭晓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